上午最新的消息 带您关系的是行政面长刘兆玄 今天上午出席的是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的外节运的系统建设计划 我们看到今天在台北线的路段进行了一个开工动土典礼 现场最新的情况如何 我们立刻连线请记者黄一清来我们掌握 好的 行政面长刘兆玄呢 今天是来到了新庄来参加这个桃园国际机场的 连外节运系统道路开工典礼 不过呢在这个刘兆玄上台至此一半的时候呢 台下市有论言是突然拿起了标语口号站起来 跟台上的刘兆玄呛下要求他下台道歉 来看一下稍早的冲突情况 下台无能政府道歉就来 无能政府道歉就来 我是来参加 不要让我 你们都是男生 我告诉你的学生啊 更舒适更紧 把我的海报还给我 无聊 交通服务 把我 出去外面闹 无聊 这个建设计划 刘兆玄至于说 他下台的三个条件 台北车站 其中一个就是台北车站 好 如果我们看到这位绿营人士呢 就是 谢系人马 也是之前的 前影子政府发言人张嘉玲 而他今天来到这边主要是抗议 整个政府在救失业 还有拼经济的同时 还是有这么多的失业人口 他是相当不满 对这个现场的刘兆玄呛下 不过呢 现场的其他人是立刻申远的 也很快的就是被嫁走了 而刘道玄是在台上当场致辞的时候呢 旁边的台北县长周锡伟也是帮忙了 尽管就是赶快把他驱离这样的一个动作 使得这整个开工典礼呢 在刚刚的场面是一度的骚动 而目前呢 这整个开工典礼呢 算是顺利的结束了 如果有最新情形也在带领掌握 先把时间还给棚内 好 我们看到绿营的人士到现场 恰恰立刻被嫁离现场 这是我们看到目前最新的情况